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东西我记得几年前特别流行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以为这是一个水晶球 花一倒下来 这里面的东西就应该像雪花一样飘来荡去的 其实这是早年间 人们发明出来 希望借助它来预报天气的一种小小的仪器 当时的名字还不叫天气预报瓶 而叫做风暴瓶 这个东西在发明之初可是非常有魅力的 风暴瓶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大气的名字呢 这事就跟它的发明者有关了 它的发明者名叫罗伯特·菲茨罗伊 它的本职工作是英国舰队当中的一名将军 但是后世的人把他称之为是天气预报之父 还给他加上了气象学家这样一个头衔 1828年的时候 他第一次踏上小猎犬号开始远航的第二个年头 就遭遇到了一场海上的风暴 那么在这次事故当中呢 就有两名船员失去了生命 而在小猎犬号的第二次航行当中啊 菲茨罗伊就觉得 我一定要做出了一个装置来 它的这个风暴瓶啊 制作出来之后很快风靡整个英国 很多人都觉得有了它之后 我们的航海啊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要说起来啊 这位船长绝对是一个传奇人物 菲茨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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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背后这张著名的油画当中给我们展示的场景 那就是随时随地可能在大洋上突然出现的风暴 所以海上航行的水手们都在盼望着 有人能够帮助我们来预测天气 其实对于当时的航海而言 温度计也是很重要的 温度的急剧变化 很可能预示了狂风和暴雨的到来 而且水手们不仅希望能够预测风暴 另外还需要测量海温 大家可能不清楚 测量海温可是个重要的细节 因为知道了温度 就能掌握海水的密度 可以判断船的吃水线深浅 而洋流的走向 可以帮助船顺流而行 据说在它的这条小猎犬上面 气压剂携带了不少种 而它最喜欢的 菲茨罗伊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便携式的 机械式的气压剂 那么有了气压剂之后 菲茨罗伊就发现了 如果气压柱的毒数极低的话 就表明马上要下雨了 如果气压柱的毒数很稳定 并且数值比较高的话 说明天气情好 除此之外 在1823年的时候 有约翰·弗雷德里克·丹尼尔 还发明了一种湿度剂 名为丹尼尔湿度机 在菲茨罗伊的船上 也装备有这样的湿度机 那么是不是这样 就可以足够航海来使用呢 不 对于航海而言 仅仅知道这些数字 还是不够的 除了我们所说的 温度 湿度 气压剂之外 他们还要测量雨量是多少 这个雨量跟航行有什么关系 咱们可能平时少见那种 下雨 下到感觉 空气当中都已经开始冒烟的那种大雨了 但是在海上航行当中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用过去的话说 就好像有人用瓢从空中往下砸一般 偏巧你的船就在这个范围内航行 那么你说这个雨量需不需要测量呢 那么当时人们怎么去测量下雨 下了多少呢 1639年在欧洲 伽利略的学生卡士代理发明了雨量器 随后雨量器呢 就开始应用在天文台 航海等一些重要领域当中 因此啊 小猎犬耗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 雨量器它也是船上必备的一器之一 水手们航海当中 用雨量器测得降雨量 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他们的航海日志 比如说某月某日他们遭遇了多大的雨 有没有影响到航行 通过日积月累的记录和观察 他们甚至可以总结出 下多大的雨会影响航行安全等等 在当时除了像菲茨罗伊这样的航海家 他们关心着天气预报这个行业之外啊 在陆地上同样有人 对于预测天气情况非常感兴趣 比如说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 詹姆斯·格莱舍 就是在那个时代涌现出的 非常有名气的研究天气的科学家 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 他才加速了天气预报的出现 詹姆斯·格莱舍出生于1809年 20岁的时候 作为全国地形测量局的助理 他爬遍了英国的大山 后来他来到格林归至皇家天文台 从事磁力与气象的研究 而让他声名确起的 却是他建立的气象观测联络员网络 格莱舍作为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 在英国全国招募气象观测员 并且统一时间观测记录天气 统一观测工具和具体要求 确定观测高度在1.2米 同时他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 在一天的时间内却会见多地的联络员 验证观测数据 这样格莱舍的观测网络 就可以为政府提供实验性的天气报告服务 请注意啊 这是天气报告而不是天气预报 那么第一份天气报告呢 是在1848年的8月31日 发布在英国的每日新闻报上的 内容很简单啊 昨日上午9点 夏列地区的风况和天气情况如下 德比 东北 偏 北风 晴 格罗斯特 东南 东风 晴 这个数据呢 是由天气预报这本书里面所编写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 我们现在看的是天气预报啊 我们想知道的是明天 后天 最近15天的天气 那个年代的人知道 昨天的天气干什么呢 别看啊 好像在我们今天看来这跟笑话一样啊 在新闻上居然刊登的是 昨天的天气情况 但是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呢 这绝对是一个新鲜事物 你就比如说 通过相关列举英国29个地区的天气情况啊 它无形中呢 给那些在忙于生产的农民 带来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你看我们周边的天气都挺好的 我们这儿啊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雨 也不会有什么糟糕的天气 起码人们心里是满足的 他后来又尝试着 在地图之上 把每天收集来的天气情况啊 具体的标注在地图之上 这就是所谓的地面天气图了 1851年 在英国召开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 格莱舍将公众展示了世界上 第一张地面天气图 那么格莱舍的这个地面天气图当中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来我们看一看啊 这是我们看到的现代版的一张啊 欧亚地区的地面天气图 那么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密密麻麻地标定了很多的数值和符号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肯定看不懂 简单的来说啊 在这张图纸上啊 它所填写的气象要素包括了像 气温 路点 风向 风速啊 海平面的气压啊 还有能见度啊 总云量 低云量 现在天气和过去六小时内的天气 过去六小时的降水量 特殊天气现象 比如雷暴 大风 冰雹等等 可以说格莱舍就是天气情况地面观测体系的开拓者 格莱舍当时建立了一个地面同步观测体系 但是陆地和海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有着完全不同的天气 对于航海的人们来说 实际上陆地的观测数据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 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海上的天气观测数据 不仅如此 他们更需要的是对于天气变化 对于风暴的预测 并不是格莱舍的天气记录 因为毕竟每一次风暴来临 他们都是一命相搏 而这海上天气的预警系统 还是要归功于飞茨罗伊 现在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飞茨罗伊的身上 飞茨罗伊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他的身份了 他是一名著名的航海家 那么在航行在大海上的时候 风暴就是他最大的敌人之一 那么对于船员来说 最大的难题不在于天气是否会发生变化 而是在于这场风暴 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 1836年当他的环球航行归来之后 虽然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但是他一直尝试着 让英国政府支持他开展风暴预警的这个愿望 并没有实现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英国政府对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在意 其实不仅仅是英国政府似乎对于风暴预警不感兴趣 好像当时哪怕是法国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 对于这样的问题也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 但一次战争却让英法两国政府都意识到 我们确实应该在这方面投入些力量了 那么这场战争就是克里米亚战争 1854年的11月14日 英法联军准备从水陆进攻俄军 那么当时作战的区域就是在黑海地区 但是谁都没想到就在英法联军正处于集结状态的时候 突然之间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风暴 法国的主力舰就被这场大风给摧毁沉没 因此英法联军不战自贵 几乎是全军覆没 可以说这一场风暴就导致英法联军大败亏输 因此这场惨败让法国政府意识到了 预测风暴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此命令因发现海王星而闻名的巴黎天文台台长 奥本勒维耶主导这次研究 勒维耶走马上任之后 马上向各国的天文气象学家发信 希望他们能够给自己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 他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支持呢 需要当时在这个时间段 也就是1854年11月12日到16日 这五天时间当中 当时整个欧洲地区 或者离黑海比较近的地区 整个的天气报告的情况 那么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汇总和分析之后 他就发现 其实这场风暴 它是自西北向东南而移动的 并不是凭空出现在黑海地区的 比如说13日的时候 这个风暴就在法国南部出现了 过了一天运动到了黑海的海域 所以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之后 勒威耶得出一个结论 风暴是可以预测的 那么接下来他就按照这个思路 在法国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 天气观测网络 并开展了气象数据的分析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沿海的强风 特别是那些危害巨大的 风暴登陆前的一些征兆 以及它的运动轨距 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发出预警 因此勒威耶就建立了 最早的风暴预警系统 后来欧美各国还有日本 也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 气象观察网络 并且开始像格莱什那样 绘制地面气象图了 那么到这个时候 跟我们现代意义上的 天气预报相比 其实已经差得不太远了 而离真正现代意义上 天气预报的诞生 只差临门一角了 最后这一角到底谁来踢呢 那么临门一角的这个人 其实就是菲茨罗伊 但是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 菲茨罗伊的祖国 英国似乎并不是很支持 它去研究风暴预警 他们直到几年之后 才觉得真的有必要 做这方面的研究了 那几年之后是多久呢 是1859年的10月份 当时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有一艘排水量在2700吨的轮船 满载着从澳大利亚喜货丰收的 陶金克浩浩荡荡地返回英国的利物浦 这艘船是一闷头的驶向了自己的祖国 结果呢 就快在抵达利亚铺的时候 也就是10月26日这一天 这条船一头就冲到了一大片风暴当中 在风暴当中啊 它的动力系统完全失效 于是啪一头就撞到了暗礁之上 断成了两截 所有的乘客 以及价值7.7亿英镑的黄金 全部沉没于冰冷的海水当中 这艘轮船的名字就叫做皇家宪章号 如此惨痛的损失啊 告诉英国政府 他们也该醒醒了 也该学学像法国这样的国家 立即建立自己的风暴预警系统 幸好他们眼前就守着一个能人 那就是菲茨罗伊 菲茨罗伊不仅制作了天气观测的仪器 还建立起海上风暴预警系统 与詹姆斯·格莱舍建立的地面天气观测体系 构成了最早的天气观测网络 他们推动了真正意义上的 天气预报的出现 1861年2月6日 菲茨罗伊发布了第一份 英国东北海岸线的风暴预警 他通过电报传递消息 首先通过由他任职的英国气象局 进行基本情况的描述 最后再传达给沿海地区的气象站 以便及时将锥体信号标升起来 预警发布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根据气象站返回的信息 菲茨罗伊准确地观察到 在大西洋上一个风暴链正在形成 它将在英国海岸登陆 除了有些偏远的渔村 没有收到预警 受到了冲击 总体来看 这次预警的效果很好 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社会上马上对菲茨罗伊的预警系统 给予了肯定 大家纷纷赞扬菲茨罗伊的风暴预警系统 甚至连英国女王特使 都要来到她的家中 跟她询问第二天的天气预报和风暴预警 因为女王陛下打算乘船去怀特岛的奥斯本宫 这也让菲茨罗伊觉得 她的预警系统应该为更多的人服务了 那么菲茨罗伊在忙着进行她的天气预报 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座 天气报告的格莱舍又在干什么呢 那么此时此刻格莱舍已经不满足于 在地面获取四面八方汇总过来的天气资料了 她特别想了解 在高空当中天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变化 她尝试使用的热气球 1862年的9月5日 格莱舍乘坐着猛马向号热气球 缓缓地升上了天空 最后它到达了多少的高度呢 到达了3.5万英尺 也就是1万多米的空中 我们也都知道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 氧气含量是非常低的 同时也是极其寒冷 格莱舍可是没少遭罪 甚至就在这一回啊 差点因为窒息还导致丧命 热气球在升空的过程中 每升高1000米 气温下降60摄氏度 空气中的含氧量会下降1.6% 当热气球上升到1万米的时候 空气中的氧气含量 只有陆地的20%多 而这个高度的含氧量 是不支持动物生存的 格莱舍就这样因为含冷和缺氧而昏迷了 使他的助手不断用白蓝地擦拭他的双手 不断用观测温度这样刺激性的词语呼喊他 才让格莱舍苏醒过来的 就这样清醒过来的格莱舍 还不忘迅速地记录下来 当时人类能够飞行的最高处的大气数据 最终完成了对大气层不同层面的描述 格莱舍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而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呢 他继续在飞行不停地探索高空大气 以获得更有价值的数据 1960年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雷达 卫星 摇杆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天气预报的准确度也是大大提高 而人类探索的脚步并没有停止 他们开始寻求改变天气的方法 那就是人工降雨 人工降雨或者说人工影响天气这门技术 我们应该说听了不少了 实际上啊我们真正了解 老天为什么会下雨 为什么有了云彩就会有雨滴这个事情啊 我们把它搞明白 那真是花费了不止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 但那个年代我们讲的是靠天吃饭 这一年年景好不好 得看老天爷给不给你面子 倘若说这一年真的是遭了灾了 比如说遭遇到了很严重的旱情 那么小到一个乡一个村一个县 大到整个国家 可能都会举行等级不同 规格不同的旗语仪式 这个民间的旗语仪式 我们也多有耳闻 这么说吧一点不夸张 现在走到一些偏远的地区 偶尔我们也能够看到类似的一些举动 老百姓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只好祈求龙王爷 您给我们赏几滴雨吧 那么到了朝堂这一步的时候 这个仪式就比较规格高了 比如说那么在清代的时候 往往这种仪式都是放在天坛来举行的 那么相应的在一些历史文献资料当中 我们应该看到它的一些痕迹 比如说在清朝的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当中 就记述了公元1717年 康熙帝与大臣和皇子们的一次谈话 他说了最近天气大旱 所以他就在宫中相应地举行了一些旗语的仪式 这个仪式怎么举办的呢 康熙帝常跪三昼夜 每天只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不碰油盐 到了第四天 徒步走到天坛去求雨 当然你说这样的方式有没有用呢 碰巧了 赶上老天爷下雨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的祈求神灵感应到了 下雨了 求不到就说明我们心地还不够成 其实就是人们期盼着下雨时候的一种心理活动的表现 除此之外 在水晶柱当中 关于旗语有这么一段记述 非常有意思 大概是说 如果是赶上了这种持续干燥的天气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在悬崖上点起火堆 向上天祷告 等这些火着起来之后 把灰烬全部推到深渊当中去 没一会儿 只要我们的新城老天就会下起雨来 这真的有效吗 有现代的气象学专家就解释过说 有可能在小区域范围之内还是有效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它选的地方是什么呢 靠近江河的悬崖之上 这样当你点燃了一堆大火之后 局部相对封闭的地形通过燃烧木材 就使得空气上升 热空气轻往上走 就形成了上升的气流 这样一来通过气流的循环 然后进行一些冷热交换 导致气温降低 水气容易达到饱和状态等等 可能啊就在这一个小范围之内 就能够形成降雨的这个场面 古代人对云和雨的认识 还停留在直观的感应阶段 但是也蕴含了一些对科学的懵懂 然而科学认识云和雨的关系 以及雨到底怎么从云中落下这一现象 还得从去航海的舰长 菲茨罗伊那儿讲起 菲茨罗伊呢 他作为一位舰长 同时因为那个时代的需求啊 他就已经很注重收集相关的气象资料了 在收集研究的过程当中 他就发现天气如果一旦发生变化 就表明在背后有一个数据发生了变化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那就是气压 气压值越低 在大海航行的时候 风雨就更容易到来 只要气压值剧烈的变化 那么就是大风云都来了 紧接着这个漫天漂泊大雨就降下来了 只不过呢 他仅仅是记录了风暴来临之前的相关数据 他也说不清楚啊 这个云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真正要了解这个过程呢 在他之后还有很多科学家做出过不少的努力 1862年到1866年期间 53岁的格莱舍乘坐猛马向号热气球 共进行了28次的探空飞行 其中有7次进入到了高空的大气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这种行为是非常冒险的 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缺氧而死亡 在他的飞行记录中 就对高空中云和雨的形成有具体的描述 他写道 高空中的水雾在强烈的对流气流的推升下 让云的底部开始变后 机与云开始形成 这些云在对流层和平流层的交接区域铺开 云中的水雾会被对流层下方的上升气流 重新吸进上层云中 形成冰力 冰力落入下方的更温暖的大气中 冰力开始融化 降雨就开始了 格莱舍根据自己观察的结果 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他认为为什么会下雨呢 那就是不同大气层当中的对流云 形成了雨滴 然后又降落到了地面 这样就形成了雨 不知道为什么 格莱舍的研究停止在这一步 似乎就没有再向前推进了 真的是非常惋惜 不过即便如此 也不影响他的理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被很多人接受 并且继续发展下去 比如说 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不仅在气象学史上赫赫有名 而且他还有一个疯狂的行为 这个疯狂的行为 现在在我们看来都觉得 这家伙的脑子不会出了问题吧 可偏偏就在那个时代 他就提出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为了降雨 点燃整个美国西部的森林 多么吓人的一个想法啊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疯狂的念头呢 咱们一点一点跟大家说 这个照片当中的人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疯狂计划的提出者 詹姆斯·伯拉德·埃斯皮 那么据说当时他参加了一个 所谓的宾夕法尼亚州的风筝俱乐部 那么这个组织的成员 因为放风筝的需要 所以往往比一般人 拥有更多的气象学的知识 埃斯皮恰恰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 可能就是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 他观察到了风筝 如何被气流拖着上升的飘飘摇摇的飞起来的 所以他就逐渐的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 埃斯皮通过研究发现了 水蒸汽随着暖湿气流上升到空中 然后在一个特定的高度冷却凝结 进而扩展形成云团 然后凝结成水滴再次落回地面 这一个过程成为我们今天水纹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 埃斯皮意识到在不同的大气条件下 这一水纹循环系统可以产生不同的降水过程 包括降雨 降雪 火冰雹等自然现象 当时的埃斯皮到欧洲进行科学交流 在这期间他对外宣称 自己已经掌握人工降雨的方法 告诉人们他已经揭开云和雨的生成秘密 按照他的推理 只要造出一个稳定的 可以控制的上升气柱 就能提高大气中水蒸汽的含量 当水气到达理想海拔高度的时候 水气将凝结成降雨 而且他坚信自己可以通过实验 证明自己的伟大发现 他的理论得到了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 主流科学界的支持 这些支持者还帮助他游说美国国会 支持他进行人工降雨实验 那么如何验证埃斯皮的大气膨胀理论是正确的呢 我们前面不是提了吗 他在气象学史上非常有名 那就是因为他提出一个疯狂的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就是可以证实他的理论的 那是什么呢 1840年他提出了放火增雨的说法 为此这位老兄还一本正经地进行了详细的设计 他是这么写的 在夏天的时候 在美国西部的森林地区放上一把大火 这把大火的范围有多么广阔呢 在从南到北长达1600英里的区域之内 每隔20英里点燃一块40英亩的森林 因为这是人家的原话 我们就不给您折合成工制单位的公里了 总而言之就告诉您说 这片区域非常广阔 600英里啊 英里可比我们的公里要长上不少 那么为什么点这把大火呢 他说点完了这场大火呢 就能形成一个贯穿美国南北方向的 一条狭长的雨带 这个雨带呢 就会出现在着火的上空 或者这个附近的地方 并且呢 这个雨带就开始向东方移动 直到美国的大西洋的边上 它才会消散 而且降雨呢 将覆盖其实点以东的区域贯穿全国 每个地方的降雨啊 将只会持续几个小时 不多不少 刚刚好 这么一听您就明白 我为什么说他这个计划是极度的疯狂了吧 不知道这个脑子到底是怎么想出这样一个想法的 夏天在美国西部的森林点上一把大火 这个大火的范围涉及到了600英里的一条长线 然后呢 借着这个大火的燃烧 伴随了它的大气膨胀理论 这样从美国西部一直到美国的东部 甚至到达了东海岸的边缘的时候 整个美国都会下气场好雨 哎呀 多好啊 下了雨 大家会就可以结属地里就可以长很多的庄稼 您听见这个计划可能有人让他实现了 当然排除到疯狂的因素之后啊 艾斯皮的这个想法还是有可取的地方的 可取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他第一次提出了人工采用一些行为之后 去干涉或者是影响天气 或者说吧 他其实就是最早提出了人工增语 或者人工降语想法的人 虽然没有人支持艾斯皮的造语计划 但是他的实验精神受到了大家的重视 当时人们也认为大雨一般在大战之后落下 有人举例说 在美国内战火炮交战后 就有二百多次降雨的实力 他们认为 爆炸的能量能够催动空中云的变化 促进降雨 1890年 美国国会拨款一万美元 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 任务交给了一位德瑞福斯将军 从1891年到1892年 这两年间 这位将军在德克萨斯州 进行了数次的耗轰造语 一直都没有成功案例 最后没办法 这位将军把没花完的造语资金 归还给了财政部 这便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人工增语实验 1915年末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陷入了严重的干旱 而距离圣地亚哥不远处的莫雷纳水库 眼看就快要见底了 储水量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1916年便要召开巴拿马加利福尼亚博览会了 如果干旱持续 必将影响博览会参展人数 到时候就不好交代了 实在想不出好办法的 圣地亚哥市议会 在绝望之中将希望 投向了当时在民间 小有名气的造语者 查尔斯 哈特菲尔德 这个人还是有相当大的本事的 比如说完全是利用业余的时间 自学了有关气象学 以及林业等等相关的书籍 学习完了之后马上就开始了实践 据说当时他配出了一个名为 水分促进剂的化学制剂 含有二十几种逆而不宣的化学成分 到了今天为止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水分促进剂里面 到底都有什么东西 大概在1902年或者是1903年的时候 他进行了第一次人工降雨的尝试 当时他在他父亲农场的风车的顶端 放置了一口大缸 在这个缸里就倒入了 他那神秘配方的水分促进剂 不一会儿 这个缸中就冒起了滚滚的烟雾 伴随着这个烟雾 逐渐地飘向空气当中的云层之后 不久 这个雨水果真就降落下来了 当时他就告诉人们 自己发明了一种神秘的事迹 这个世界可以帮助牧场主或者是农民 能够得到降雨的机会 而且他自己还承诺 我可以给你先造雨再付款 也就是说 我先把雨水给你降下来 你要满意了 再给我拿钱 如果说不降雨的话 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 在传说里他的第一个客户 在看到哈特菲尔德真的把雨从天空中给请下来之后 非常开心 不仅仅付给了答应的50美元的报酬 还另外多加了50美元的小费 一共就是100美元 1904年的100美元 不敢说是一笔巨款 但绝对也是一笔非常丰厚的报酬了 从此哈特菲尔德的名气就传开了 很多的人都来找他 请他去自己的牧场 给实施神奇的人工降雨书 所以他的名字呢 也就慢慢地变成了造雨者 这是当时人们给他的一个封号 而此时呢 他的一次人工降雨的报价 已经高达1000美元了 正因为这位造雨者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 他就引起了圣地亚哥市政府的关注 SP的人工造雨计划并没有能够进行 但是人们没有停止人工降雨的实验 哈特菲尔德发明的人工降雨配方 让他成功地为大家带来了17次的降雨 而有求于他的圣地亚哥市政府 又会给他什么优惠条件呢 经过讨价还价 最终呢 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 只要哈特菲尔德能够给当地带来4英寸 也就是说 大约100毫米的降雨量 与此同时呢 还要把这个干旱的莫雷纳水库给注满的话 当地政府就会给他拿出1万美元的报仇 这笔钱可实在是太多了 财博动人心啊 哪怕是哈特菲尔德是个骗子 估计此时他也会把这个活给接下来 更别说 此前他已经有了17次人工造雨的成功经历了 所以啊 在条件谈拢之后 哈特菲尔德就开始去准备相应的工具和材料了 1916年1月份的时候啊 哈特菲尔德在距离这个水库不远的森林里呢 建立了一个大概6米高的塔楼 在这个塔楼之上呢 还是放了一个大缸或者是一个大罐子 等放好了之后 就把他那些水分促进剂给倒了进去 据说 顷刻之间啊 伴随着这些化学制剂的进入 这个锅里就冒起了阵阵的浓烟 同时呢 还伴随着各种各样奇怪的味道 当时有目击者说了 这个味道呢 好像就像林宝奶酪厂爆炸了一般 1916年1月5日这一天 雨真的下起来了 干旱的圣地亚哥迎来了久违的甘霖啊 当地人真的是激动万分 造语者哈特菲尔德的伟大事迹 也纷纷被刊登在了当地报纸的头条之上啊 哈特菲尔德这回真的是功成名就 眼看着一万美元就要到手了 但是很快的 人们的喜悦就变成了忧虑 哈特菲尔德人工造语 就好比是在老天爷的面前打开了他的水龙头一样 可问题就在于这个水龙头没有人去关呢 雨是下来了 但是它不停 一直持续地下 而且越下越大 人们的心情就从担忧变成了恐惧 从1916年1月5日起 这场雨就只在1月20日短暂喘息了两天 便几乎没有停过 而在一个月时间内 当地降雨已经达到990多毫米 突破了这个地区有史以来降雨量最高值 这破纪路的特大降雨 也引发了一场圣地亚哥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灾 很多桥梁道路和铁路都被冲毁 蓄水大坝倒塌 翻卷的巨浪无情地冲刷着附近的社区 房子 牲畜 树木都被汹涌的水流冲走 就连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百老汇大道 都被淹没在了1.5米深的水里 一共造成了20多人死亡 这场让当地人心惊胆寒的大水灾 后来被称为哈特菲尔德洪灾 直到今天为止 他的那个神秘的配方 所谓的水分促进剂里面到底有什么 我们还是不知道 他在历史上被记述下来的 十多次的人工降雨 是不是真的因为他确实是有这个本事 还是说这个人的运气太好了 回回都赶上老天爷给面子呢 现在重新回顾哈特菲尔德的降雨方法 不难分析出 他应该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学习的天气预报员 利用化学试剂只是一个噱头 我们来看地图 圣地亚哥在美国和墨西哥的交界地带 是典型的地中海事气候 夏天干燥少雨 冬季温暖潮湿 全年的降雨量冬季占60%至70% 而哈特菲尔德进行增雨的季节 恰恰就在冬季 而且他把作业的地点悬在水库边上 让老百姓看到化学试剂产生的白色烟雾 飘到空中 让大家感觉他利用了埃斯皮的水纹循环理论 制造了一个上升气柱 水气会缓慢上升 冷暖气流上升交汇 从而实现降雨的目的 20世纪初 随着气象科学的发展 人们对于大气运动有了新的认识 尤其是由威廉·皮耶克尼斯带领的 挪威气象学家 对大气的环流 以及将水文动力学和热力学的原理 应用到大气科学研究上 提出了气流运行的冷风暖风等理论 让人们知道了冷暖风交汇更容易产生风暴和降雨等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云的形成以及降雨的认知 而正是他的一位得意弟子 著名的气象学家贝吉隆 为我们揭开了云中雨滴形成的奥秘 托尔贝吉隆绝对不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 从小他就接触到了跟气象学有关的知识 那个时候他的老师让他每天进行气象学的观测 甚至连气压的数据都被记录下来了 等到长大成人之后 他在工作的时候还被著名的气象学者 或者说是气象学大师威廉·皮耶克尼斯发现 并且在一起进行过工作研究大气环流 积累了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 后来贝吉隆就移居到了挪威 在贝尔根的气象部门工作 正是在挪威的这段研究经历 让他的科学生涯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据说在1922年的左右 他曾经在奥斯陆北部山区的一个度假圣地 停留了几个星期 就在这几个星期的停留过程当中 别人可能都在滑雪赏景 但是他却发现 山腰上的那一层层云雾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呢 当周围的气温远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 这些雾好像全被收缩起来了一样 而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这些雾就樊全地舒展开了 甚至连公路的路基都会看不见了 被它给遮挡住了 于是他就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开始进行常识性的解释 他认为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 沿路的银封面挂满了很多雾松的那些树的枝条 可以过滤掉空气中扩散的水分 这样一来呢 这个雾滴自然就全部收缩起来了 也就是说可能是冰吸收了水气 而温度高的时候呢 水气依然是停留在空气当中 所以说这些雾气自然地就能够向下延伸了 于是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冰晶理论 这个理论呢就解决了气象学当中 这个雨滴是怎么形成 并且降落下来的千古难题 北极龙发现 能够形成降雨的冷云层里 通常是冰晶水气和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过冷水滴三种状态共存 即使云层内温度处在零下38到零摄氏度之间 云层里的过冷水滴也不会完全冻结 然而 云层里的冰晶则会不断吸附周围的水气和过冷水滴 使冰晶的体积不断变大 直到从云层坠落变成雨滴 云层里的冰晶越多 降雨的几率也就越大 由此可见 冷云降水是由冰晶出发 而且冰晶的多少决定了冷云降水的效率 这就是著名的吉隆冰水转换理论 贝极龙成功地揭示了一颗小小的水滴 是如何逐渐地长大 并且从天而降的秘密的人 而这一揭示似乎也在暗示着我们 人工降雨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过去如何刮风如何下雨 这一切似乎都只有天知道 这股力量似乎也只掌握在神的手里 可是我们人类如果掌握了这个技术的话 似乎我们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所以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 很多人在当时都愿意去尝试一下 那么其中有一位绝对是科学史上赫赫有名的 或者说响当当的人物 他就是欧文朗谬尔 这个人有多厉害呢 这么说吧 美国甚至有一个山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这个人可以说是学习的领域非常非常的广泛 他不仅仅致力于过灯泡的改良 还进行过真空管的研究成就卓越 而到了1938年的时候 他的兴趣开始转向了大气科学和天气学 真的是干什么都厉害 这个大脑绝对极度的聪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飞机被大量运用在战场上 然而当飞机进入高空遇到冷空气时 机翼上常常会出现结冰现象 严重影响飞行安全 因此军方聘请欧文朗谬尔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研究他发现 高空中飞机的机翼结冰 是与高空的冷云中的水汽有关 虽然后来他解决了飞机机翼结冰的问题 但是冷云中水汽如何结冰一直困扰着他 为他后来的气象研究指明了方向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朗谬尔就发现了贝极龙的理论 还是有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小冰晶自然就成了余下水蒸气的凝结核 使它们凝聚在一起 变成一个较大的水珠而落下 从而形成了降雨 谢福的发现是人工增雨的重要理论依据 也是波云重雨的前提 理论有了 下一步就是要进行具体的实验了 1946年11月寒冷冬日里的一天 这次明垂青史的实验终于开始了 当时谢佛是坐在飞机里 负责向云层当中拨洒干冰 而朗缪尔则在地面进行观察 事情的发展一切都按照它们的预料进行 不一会儿伴随着冰晶被洒入云层当中 这个雪花居然就从天空当中 飘飘扬扬地逐渐落了下来 当这些雪花在朗缪尔的脸上 化成了水滴的时候 动得手脚发紫的朗缪尔高兴地 冲着还在高空当中的飞机大叫大喊 谢佛你看到了吗 成功了 我们终于成功了 可想而知 当时朗缪尔的心情有多么的激动 就这样人类终于实现了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人工增语 在进行人工增语实验之前 朗缪尔就已经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 干冰很有可能会最终取得成功 但是鉴于干冰自身的保存条件而言 它并不是一个随时随地 都可以被拿来进行人工增语的物质 有必要找到一种能够替代它的 可以方便保存 方便运输 方便使用 同时价格低廉的东西 那么这个工作就交给了 另外一位年轻的科学家 这个年轻的科学家名叫伯纳德·冯尼古特 他希望能够找到晶体结构 与冰晶相近 但又不容于水的物质 1946年11月14日 伴随着几声火炮的轰鸣 这些点化银的粉末被发射到了高空 实验终于成功了 冯尼古特发现纯度较高的点化银 可以在过冷的水滴云中产生大量的冰晶 而且跟干冰相比它有很多的优点 成和效果比干冰更好 而且可以无限期的在室温下保存 更重要的就是它省钱 不一定非得借助飞机波萨 从贝基隆发现 冰晶是触发冷云降雨的决定性因素 再到人们通过波洒干冰和点化银 使冷云中迅速出现冰晶 进而形成降雨 人们终于找到了自然界下雨的秘密 正是因为揭示了由云至雨的过程 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 我们不但可以实现人工增雨 还能实现人工消雨 人工消薄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开始前的消减雨作业过程中 先有两架飞机执行对空中云物理探测 另外两架飞机 分别在北京西北部和西部上游地区 对降雨云层进行消减雨 波萨催化剂作业 针对不断逼近和加强的对流性降水 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从其他作业区域转运补充火箭弹 当天共组织了二十轮次地面 消减与拦截作业 累计发射火箭1104枚 有效保证了国家体育场外围降水云气 提前降水或减弱 成功完成了国家体育场奥运开幕式拦截降水任务 他们的努力确保了在整个奥运会开幕式期间 国家体育场没有出现任何降水 这也是奥运史上首次实验 人工消雨 时至今日 也许对我们普通人而言 每日出行的时候看一看天气预报也好 了解一下炎炎夏日什么时候下雨也好 这都是我们日常习惯性的行为 但是在它的背后预示着 人类文明能够进一步的提升的基础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 正是因为有了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推动 气象学的诞生 人工增与技术的出现 才让我们真正做到了 在小范围之内可以实现人工影响天系 但永远要记住一点 技术是为了让人类与这个地球上其他的生命 共同有序发展的保障 而不是让人类一家独大的一个武器 自然的馈赠 为古人单调的服装增添了多样色彩 看似普通的染料产地 为何成为众人保守的机密 从自然到人工 人类如何破解染料合成的秘密 把颜色穿在身上 解码科技史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